2023年7月14日 时隔10年 一代动漫太斗 宫崎骏老爷子的新片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在零物料零宣发的情况下 悄然上映 三天日本本土票房 15.7亿日元 豆瓣评分8.1 一众影评中 最高频出现的词汇 则是李安导演的名产面 大师的采访原话时 这是留给自己子孙的礼物 一如江岛所说 就是为了这点醋 我才包着这顿饺子 喂的什么醋 包的什么馅饺子 江岛没说 为了哪个孙子拍的 大师也没说 不过孙子这事 一时半会儿聊不明白 不如咱来看看儿子 作为如今 全球最富盛名的动漫工作室 吉普六度的现任掌门人 正是宫崎骏的长子 宫崎武郎 有人说 这孩子的资质平庸 下半生 恐难扛起吉普利的大旗 说这话的哥们 应该没有看过该君的 与美人盛放的山坡 片中对过去的怀念 对战争伤痕的扶贫 在爱情故事里 加入了文化宝玉的主题 全篇满满的吉普利原味风 但是 今天不是来和大家聊动漫 而是动漫中 那座临海静好的城市 那么诸位 手机脚作板 系好安全带 飞机起飞 前方降落 近待日本起点 关谷神奇故乡 热血香本所在地 皮卡丘的宝玉区 日本海上玄关 有口罕吗 横滨 一座位于神奈川县东部的国际港口城市 也是神奈川县的县厅所在地 作为东京都市圈的重要城市 横滨拥有着 仅次于东京23区的人口数量 是日本人口最多的市级行政单位 也是日本人口第二大的城市 地理上 如果把东京的都市圈 比作国内的长三角地区 东京类比上海 那么横滨得算是日本的苏州 这两者的相似点实在太多 苏州虽然贵为江苏GDP第一 但是跟上海的关系 可比跟南京亲近多了 同样的 横滨鹤虽然在行政区化上 属于神奈川县 但是由于离东京太近了 横滨也一直是跟着东京玩 横滨港也被东京视为自己的外港 虽然两者之间夹着个川骑士 这不巧了吗 苏州和上海还夹着个昆山 关于历史 横滨的状态比较玄学 说长很长 说短很短 因为这里是日本原始社会最早的几个聚落之一 在横滨督住去的花剑山 曾发现大量的神温时代的遗物 但是真儿八经 把横滨当作一个城市来开发 那就至少要说到木墨时代的沛里扣关了 熟悉日本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日本城市的起源 要么是天皇建都如纳梁京都 要么是大明居城如大阪东京 但是横滨这个地方两条都没有蹭上 从弥生时代到飞鸟时代几百年 愣是没人看得上这片地 最大的作用大概是古坟时代的天皇贵宗 在这里修了不少坟 就这么一直熬到了平安时代 横滨地区最大的作用都是海陆一战 等到江户时代 这地方由于离江户太近 这里自然而然的被划给了德川甲 成了将军的旗本领 至于开发 那年头都在忙着拆城跑路 大本营江户城里我都开发不过 你个不到一百户的横滨村 能给我大江户当个收发士 那都是你的福气 但是随着黑船的到来 收发士不得已成了江户的门卫了 结果大家都知道 有的门卫叫秦琼 有的门卫很贫穷 大流氓佩里走进江户 一顿耀武扬威后 沈奈川条约签订 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 1859年7月1日 横滨港正式对外启用 横滨成了对外开放的门户 发展成了对外城市 在税关以南是外国人的居住区 税关以北是日本人的居住区 横滨港从驿站 一夜之间成了贸易港 商业港 旅客港 以及工业港 等到了1889年明治宪法班部 收回关税自主的日本 看着这个闭眼挣钱的深水港 赶忙把横滨设为了 神奈川县的第一势 后续随着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大名鼎鼎的金兵工业区崛起 横滨捏着工业港口两套网炸 迅速成为了关内地区的工商业中心 之后 随着二战的推进 横滨被美军的炸弹翻了一遍土 麦达率登陆后 这里又成为了美军的军事据点 一直到1950年才得以重建 因此 横滨错过了日本最重要的产业升级 但工厂没了 港口还在 随着战后日本工业的崛起 横滨港成了日本最大的输出口岸 虽然在货物吞吐上 横滨港照神户千叶差了不少 但是贸易额却位居日本首位 别忘了 守着金兵工业区的横滨 对外输出的都是机器 汽车 特种钢材 这些日本的核心高利润产业 而作为日本最早开放的门户 横滨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 融合了各种民族文化 成为了日本第二大规模的城市 以极其融洽和睦的国际氛围和尖端技术产业 而闻名于世 坦白说 横滨并不算是外国人赴日的热门旅游地 毕竟选择太多 东京有银座繁华 京都有指缘异计 纳梁有温柔小路 乡根有度假温泉 横滨 外国人对这里的印象 无非是拉面高达 向北高笑 甚至是光谷神奇 横滨就是这样 作为一坐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城市 她太年轻 没有东京和镰仓那种成熟的韵味 而在这两个地方 离她又太近 按老杨的话说 横滨像是一位夹在两个魅力四射的成熟女军中的青涩少女 旁边的两位姐姐 一个是优雅内敛的古典美人 一位是时尚令力的都市丽人 在这样的情景下 人们的第一眼 绝对不会落在这个怯沉沉的小姑娘身上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少女就是落俗的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下建立的城市 横滨结合了东西方的气质 既有日本的安静内敛 又有西方的璀璨繁华 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 便是专属于横滨的独特气质 冷艳 何为冷艳 不主动吗 人家只负责美丽 想深入了解 你得主动去接近 去探索才行 那么 下面咱们就来接近这位冷艳的少女吧 下面列举一些我私人的薪水之处 还有 别问我是不是收了广告费 问就是每篇景点推荐费50万 也别问 我啥图鉴和小红书看的不一样 啥叫做私人薪水 我又不是男朋友 推荐个景点 还得事先琢磨个人偏好吗 1.港未来21 港未来21位于横滨市西区和中区交界的海滨地带 可以理解为一片街区 这里作为寄托着横滨面向21世纪的代表之地 拥有着 包括办公楼 商业设施 酒店 游乐园 各项功能部署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横滨的脸面 横滨的冷与燕 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开放的东京王景色 现代化建筑的洞杆街区 以及无比优美的夜景 600家全球商店 200家各国美食 洞可游乐场蹦滴 静可草地小气 尤其是从横滨站出 往港未来走的一段号称空中花园走廊的港湾大桥 两边是高耸的现代化大楼 正面是广阔大海 这是去过全球数百个城市后 少数觉得能把风景和人文 结合得如此之好的地方 面朝大海 墨上花开 抬头既是远方 身后便是家乡 二 高达工厂 作为高达40周年计划中的一环 一比一的高达 已经建了不止一个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位于横滨的高达工厂 就是高达民心中的耶路撒冷 别跟我说东京台场的独角兽 不能动的高达 算什么高达 充其量是个大典的登陆 横滨的远祖 可是能动能走能post 也别和我说上海的自由基拉大河 怎么跟阿姆罗比 这可是RX782 支付1650日元的门票后 即可进入高达横滨工厂 通道两边挂着当年建造高达工厂时的照片 很多特意处理成黑白片 氛围感瞬间拉满 穿过通道 眼前就是18米高的 远祖高达 高达工厂 每逢整点和半点时段都会有演出 整点时段是出发模式表演 也就是高达战士从库里走出来 大约持续8分钟 半点时段是返回待机模式表演 也就是重新入库 大约5分钟 如果想近距离体验 则需再支付3300日元 登上高达观望塔 整个灯塔环节一小时 和高达站在同一个角度 吹着带着凉意的海风 看着远方的风景 很容易让人产生共情 爷今天也是跟高达同样式酒的男人了 浪子老杨曾说 如果狼人的浪漫有10分 山海1分 月光2分 机甲独占7分 这话确实有些偏颇 但经得起琢磨 毕竟这哥们经历的伤害和月光 着实有点多了 最后说一句 18米的大高达 本来计划今年3月底拆除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延期一年 如果你对高达或者技嘉感兴趣 可以来趟圆梦之旅 三 新横滨拉面博物馆 新横滨拉面博物馆 坐落于横滨的港北区 建立于1994年 与其说 这个拉面博物馆是一个博物馆 不如说 它是一个以拉面为主题的娱乐公园 分为两个主题区域 一个是拉面馆的大厅区 另一个区域 则是以1比1比例 在线了昭和33年的东京一景 如果 你想尝遍日本的拉面流派 又不想走街串巷的探寻 那么直接去新横滨拉面博物馆就可以了 二郎系 五脏系 豚骨系 鸡汤系 全日本票选最好吃的拉面 前十名的店家 都在这里设摊摆店 如果你和我一样 算是半个拉面爱好者 这里属于必打卡之一 另外说个某阳性男子发言 如果你喜欢一个姑娘 应该带她吃螃蟹 吃河豚 吃吃这样 所有兴趣而昂贵的东西 而如果你爱一个姑娘 你们就应该先吃一碗拉面 至于原因 哥们没说 至于为啥 留给主位 四 中华街 作为日本最大的中华街 这里堪称华人福音 作用220家以上的中华料理 十座宗室牌楼 满目古朴 但又不失现的 中华街的热气腾腾 和日本人的含蓄内敛 在这里有着奇妙的融合 所以不论是逛是吃 都值得一来 另外 这里作为私心推荐很大的一个原因 便是《如龙漆》里面的春日一番 这里是我这两年 唯一入手过的一款游戏 也是唯一一款 全程无快进通关的游戏 整个剧情 围绕着《横滨中华街》展开 这里也有人情是景 有江河情谊 有儿于我诈 也有人到中年 难得的那颗赤子之心 剧情老套 画面平庸 朴素的讲着古老的情谊 犹如上世纪的香江 1998年过去了 我很怀念它 在这里 想让从今的中二兄弟后 可以往下走 步行三分钟 就是一座可以望海的超大型公园 山下公园 公园内 有一艘于16年退役的游船 船头 库斯泰坦尼克 夕阳下 站在船头一侧的岸边 和姑娘拥抱和知友并肩 什么生活与苟且 此刻只有兄弟与女人 5 横滨市电保存馆 横滨市电保存馆 算是我个人的私藏景点 隐身在横滨郊区内的一处住宅当中 里面保留了许多横滨市以前的路面电车 电车里面 附设模拟驾驶区 可以体验如何运行和停靠路面电车 拟真的行驶画面 让人化身电车司机的错觉 此外 虽然这些电车早已退役多年 里面木材制计的内部陈设 与墨绿色座椅所营造出的昭和风味 一句话解释 出片 别误会 我说的是出照片 领着妹子逛一圈 随手拍两张照片 就够小红书置顶两个月的 天赋有限 有关横滨景点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八景岛海上乐园的海豚表演 三溪园的日式庭院 被称为横滨阿美横廷的 红富寺松原商店街 让上班族又爱又恨的 日清拉面博物馆等等 这些就留给诸位自行探索吧 当然 除了景点 不得不提的 还有每年夏年都会爆发的皮卡丘大游行 在为期一周的活动期间 会有上千只皮卡丘 晃在大街小巷和各种活动现场 接受人群的欢呼和尖叫 他们一起游行 一起跳舞 一起起电梯 由于体型胖数量多 活动期间 横滨的很多地方 都会被这些黄胖子占领 被皮卡丘包围的感觉 你觉得怎么样呢 反正去过的姑娘都说好 诸位看着来吧 去年年初 日本知名企业 诸事会社Recruit 通过市场数据和名义调查 发布了日本房产界 最具影响力的 最想居住街区人气排行榜 而横滨 自2018年以来 连续四年本作第一 力压东京大阪 许多日剧日影以横滨为背景 逃避可耻但有用 今天不上班 为爱 骤言等等 而逃避可耻但有用 作为国民神剧 以横滨为主要驱景地 也一度带起了 横滨圣地巡礼热 剧迷朝圣过后 都会有一个思考 为什么是横滨 在横滨的发达程度相差无几 在横滨工作和生活上的需求和质量 都能得到满足 同时横滨 还具有在东京堪称奢侈的宽敞街道 和松弛生活 叠加优秀的教育资源 完善的医疗保障 以及触手可及的东京 这无疑对上班族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些年在东京工作 横滨生活的双成绩也越来越多 但是 当大家都是以这种心态的时候 横滨的房产投资价值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里我直接说结论 横滨算是日本发达了这么多年后 少数的一座潜力之地 港口城市 总共带来浪漫的感觉 但是对于投资者而言 光是浪漫可不够 说的直白一些 房产投资 既要考虑一座城市的知名度 发展潜力 更要考虑 购入房产的价格 租客入住的情况 续租情况等等 只有在有稳定租客续租的情况下 投资才有性价比可言 中文互联网上对于横滨的描述 大部分都是日本首都圈第二大城市 工作发达就没了 而在日本人看来 这里经济发达 生活舒适 一小时车程就可享受东京的繁华 家门口就是温暖的大海 这里有大量的就业岗位 还有最重要的 这里有日本最为稀缺 也是所有城市梦寐以求的 源源不断的年轻人 大家都知道 东京的地价已经连续增长10年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 横滨的地价 也陪着东京连涨了10年 截至2022年年底 横滨的平均公式地价 涨幅领跑整个神奈川县 涨幅最高的是横滨市西区 涨幅高达4.27% 横滨中区紧随其后 涨幅高达4.1% 可解人气之高 至于网上都在说 横滨是一座被低估了的城市 对此我想说 横滨从未被低估 它的价值有目共睹 只是太容易被东京掩盖罢了 横滨自作城市 从发展至今也不过百余年 它没有前身 没有历史 因为距离东京这座亚洲第一城太近 甚至成了一个卫星城 有许多造访过东京圈的朋友 旅游列表里都看不到其身影 横滨也很无奈 它总是要被拿来和东京做比较 而人们赋予它的身份 又让它没办法脱离东京 白天的横滨是高楼大海 是一座没有底蕴的商业城市 而夜晚的横滨 才会展现出自己的美艳 用港未来的烟花 港湾大小的灯火 和摩天轮的霓虹 去告诉那些从东京名利场跪来的人们 你回家了 我在等你呢